在我们这个会员节目刚刚筹备的时候啊 我就确定了要讲一桩大案 就是讲讲红色通缉里边的一号通缉杨秀珠 可这个内容呢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 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很多 并且呢说实话不好讲 可是想着拖来拖去 总拖着也不是回事啊 那得了再难啃的骨头 咱也得啃呐 今天呢就开始来讲述 一号通缉杨秀珠 首先呢给大伙说这么几个概念啊 先来说说摆明红通人员是怎么回事 这是按照中央天网行动统一部署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的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 重要腐败案件涉案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那这天网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 天网行动啊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在2015年4月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 那么他呢是综合利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 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正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反一批外套人员 今天讲的这个杨秀珠就是这百名红铜人员里面的第一号红色通缉令的对象 由此啊我们也可以想到杨秀珠到底当年是有多大的权力 他的腐败问题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 咱们再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下就知道杨秀珠当年到底有多厉害了 杨秀珠当年有一个司机叫杨胜华 杨胜华当年有一位妻子啊就是他的老婆叫胡杰 杨胜华出事以后呢 胡杰啊就又找了一任丈夫 就是著名演员周立波当然了咱们不是硬把名人啊跟杨秀珠扯上什么关系 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杨秀珠到底多么的手眼通天 他的一个普通司机后来啊都是有权有势 那杨秀珠是干嘛的呢 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 他呀是原温州市长助理 温州市副市长 后来是浙江省建设厅的副厅长 他1946年出生 2003年4月20号带着女儿女婿以及外孙 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 后来又逃往荷兰 2004年2月份 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杨秀珠呢 在2005年5月31号的时候在荷兰落网 2016年他最终回国投案自首 说起来杨秀珠 他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这样一个女强人 温州当地人呢都知道 杨秀珠呢是卖馒头起家的 最早呢 杨秀珠啊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里边的一个普通小姑娘 长得也不算多漂亮啊 可以说是要多普通就有多普通扔到人堆里都没人多看一眼的这种 他呢最早的工作呀 就是在一家馒头店里面当开票员 卖馒头 文革时期 温州的武斗可以说是文明全国 这个普普通通的卖馒头的小姑娘也开始了他造反起家的仕途人生 他呢性格很泼辣啊什么事情胆子很大 并且呢工作态度非常的积极 所以他在造反派组织里是一路青云直上 从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变成了仕途的女明星 文革结束之后 杨秀珠啊 又一次开始主动选择命运 这时候的杨秀珠开始接近省委高层 并且采用了相当特殊的方法 在那个特殊年代 当时的政治明星海岛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 是全国的先进典型 各级领导啊 对他都照顾有加 杨秀珠这时候就描上了他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俩人呢就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姐妹般的感情 在交往过程之中 杨秀珠啊 有一回呢就跟这个汪月霞提起来了 说月霞姐啊 你也认识咱们现在的省委领导 你看能不能帮我也引荐一下呢 我也想认识认识咱们的省委领导和他的夫人 当时这位省委领导的夫人是原省复联的领导 据汪月霞回忆说 有一天呢 杨秀珠啊 带着女儿到杭州开会 故意就把女儿放在了省委领导夫人家的门口 然后自己就走开了 这是在干嘛呢 在使用苦肉剂 等着领导夫人收留孩子 结果领导夫人一看 哎 这谁家的孩子呀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呦 进来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 领导夫人算是认识了杨秀珠了 就这样 杨秀珠达到了进入省委高层事业的目的 当时领导夫人也都感觉挺有意思啊 说哎呦 为了认识我们这是煞费苦心呢 把孩子放我们家门口 不过杨秀珠啊 能说能干 很快呢 也得到了领导和领导夫人的赏识 没过多久 他就当上了温州复联的副主任 1984年到1985年之间 杨秀珠啊 碰巧和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某领导 当上邻居了 哎呦 这一下可把杨秀珠乐坏了 这大官跟我当邻居了啊 我这家伙不得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我得好好的拔解拔解啊 他呢 就开始绞尽脑汁 哎呀 咱们这个书记啊 为官清廉 两袖清风 你说给他送钱送物 人指定不要 人还会讨厌咱 怎么才能拔解上他呢 这可太难了 要不说杨秀珠这人不简单呢 他呀 胆大心细 非常注意观察细节 虽然送礼送不出去 但是啊 他发现了新的机会 这位市委书记的母亲呢 还在温州休养呢 这个领导呢 又是个孝子 对母亲呢 甭提多孝顺了 你想都是街里街坊的啊 都是邻居 那肯定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呢 杨秀珠呢 就好好地巴结这位书记的母亲 这书记的母亲呢 也算是老革命了 人家也是两袖清风的 人不搞那歪的鞋的 但是上岁数了 人这一上岁数啊 就喜欢和人聊聊天 和人热闹热闹 并且平时在家里边呢 也没什么人照顾着 杨秀珠啊 就跟他说了 大娘 这么着 您要有什么事呢 就叫我啊 需要我的时候 说句话 打这以后啊 杨秀珠是经常到书记家里边 给书记的母亲 做免费保姆 书书头 给他洗洗脚 然后呢 陪他聊聊天 随着和书记母亲的感情越来越好 到后来啊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他呢 就跟书记的母亲改口了 不叫大娘了 叫什么呀 叫亲娘 跟市委书记呢 也不叫书记了 叫兄弟 你看 这一下这近乎 就算是套着了 不过杨秀珠感觉自己套上近乎了 人书记可不乐意了 杨秀珠不仅没讨到任何好处 反而引来书记的批评和厌恶 书记是谁啊 人要不傻 你这是干嘛呀 你这是借着讨好老人家来为你自己谋私利啊 据一名温州的老干部回忆说 说杨秀珠啊 这种类似的公关手段 功利非凡 在杨秀珠后来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的时候 原本呢 没有审批土地的权限 但是由于杨秀珠和当时的市委领导关系很铁 市委决定把审批土地的权力从土地局划归规划局 你看就靠这身本事 仗着这一身巴结人的本事啊 杨秀珠从副联主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一路升到了规划局的局长 1994年上半年 在领导的极力举荐之下 杨秀珠被提拔为温州市副市长 他呢 分管油水最多的承建工作 据温州的老干部胡显亲回忆说 说就当时杨秀珠的实际能力和工作表现来说 放在人代会上选举肯定是通不过的 之前他从副局长升任局长 又升任市长助理 就遭到人大代表两次否决 杨秀珠能够顺利的进入市领导行列 主要原因是有一名领导不遗余力 整整四天驻扎在人大寸步不离 四处活动做人大常委的工作 帮杨秀珠拉票 据知情人说呀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被人大代表否决的前车之鉴 杨秀珠的副市长任命是提前一个月避开人代会选举 由人大常委直接通过的 据温州的老干部们说 温州市规划局是杨秀珠的腐败大本营 也是他进行官位批发的后花园啊 在他手里啊 先后提拔过的县处级干部不下十一人 其中一名普通的会计都被提拔到了县处领导的岗位 不过这十一个人里边有八个人不争气 因为各种问题相继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 温州市民对杨秀珠的公开非议啊 对他最早有比较深的意见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出现在97年 市委呢 专门为此啊 在温州大席院召开了干部大会 杨秀珠更是借此教育干部们 说不要轻信谣言 大伙为什么对他有意见呢 就是在城市规划上面 胡来乱来啊 任人为亲 不是任人为贤 其中呢 有这么一位 是原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队长周批镇的警卫员 他呢 是温州日用陶瓷场的老职工 他呀 对杨秀珠意见很大 也确实指出了很多杨秀珠存在的问题 人都是手拿把钻 人有实锤的呀 可是就被抓了 被指认为偏执性精神病患者 关押在温州精神病院长达半年之久 在他被抓之后呢 他的女儿通过一些渠道 向公安局要人的时候得到的答复都是 没有视为指示 不能放人 1998年 温州市建设局的干部杜玉生 在调查之中呢 发现 位于温州阳儿路的市长楼 这样一个基建项目 存在没有立项 没有施工许可证 没有招投标 以及资金来源不正当 等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 杨秀珠知道之后 亲自出面 给建设局领导打电话 说你们呢 不要插手 同时又直接把电话打给了杜玉生 老杜啊 市领导呢 对你很关心 杨儿路的房子呀 给你一套 杜玉生 不理会杨秀珠的意图 决定还是继续追查 可是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因为没过几天 他就被调去政协 当秘书长了 你没权利再进行调查了 你啊 旁边谢着去吧 甚至可以夸张点说 杨秀珠当时在温州官场上 真的是人神共愤啊 2001年 浙江省三讲指导组 在温州饭店 集体看望老干部 杨秀珠问题 就被老干部们提上了台面 很多老同志就说 说杨秀珠啊 当上温州市副市长 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这是温州人的耻辱 杨秀珠在一片反对声和 控告声中 极力的想在民众之中 改变个人形象 于是呢 在温州啊 找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 文化雇佣军啊 文化名人 为他创作报告文学 创作电视剧本等等 讲述的就是这名女副市长 在旧城改造啊 在金文铁路建设过程之中 如何冲破阻力 如何大胆改革 如何无私奉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 叫封碑 这部电视剧就是以杨秀珠为原型刻画的 咱们也不知道杨秀珠当年自己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脸发红脸发烫啊 感觉心里边心虚 杨秀珠遭到大家的反对 除了他做了很多啊 令大家很愤怒的事情之外 本身他的工作作风 他的这个工作方式方法 也让大家接受不了 这位传奇女市长啊 其实背后还真的有不少八卦故事呢 他发生过哪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杨秀珠这个人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过了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啊 馒头店的开票员 后来一路是青云直上 做到了温州市的副市长 后来呢 又做到了浙江省建设厅的副厅长 这杨秀珠啊 他是一个个性十足的人 之前呢 在浙江地产界可以说是风头十足 为什么说他个性十足呢 特别喜欢说脏话 一开口啊 说的那脏话呀 咱都不能在节目里播啊 可以说是个很滑稽很生动的女人 她的不少粗口 不少阳士酒令 都是在温州民间流传的经典段子了 据杨秀珠的同事说 杨秀珠的秘书最怕什么事情了 最怕给他写发言稿 怕他念错了 所以啊 在一些容易念错的字下面 都标上同音字 尽管秘书考虑周到 但是在1999年 昆明世博会的新闻发布会上 杨秀珠五分钟的发言稿 还是念错了 十三个字 尽管说他名片上的学历 写着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 阔胡 注册规划师 温州市政府的一名官员说过 说杨秀珠当副市长的时候啊 当年的恶劣脾气也不改改 说他到什么程度呢 这脾气犯上来的时候啊 能坐在桌子上 对他的这些马仔们 手下们破口大骂 有时候就是因为 开会迟到这些小事儿 这位官员呢 亲耳听见过 说听到的时候啊 我都不信自己的耳朵 比如杨秀珠 后来当副市长的时候 骂他提拔起来的规划局长 说短命鬼啊 老娘都到了 你还敢迟到啊 看看一个副市长 说出来的话 短命鬼 另一方面呢 杨秀珠啊 确实把这些手下 笼络得非常好 在手下面前呢 他也真是个热心肠的人 就是个大姐大 凡是他亲近的下属 碰到问题了 甭管是子女上学 亲友就业啊 还是在温州 越来越重要的住房问题 他都能给帮助解决 大伙都知道 温州的房价 是全国最早一批 涨上去的城市 别人看来啊 要想在这样的火热的楼市里 拿到一个优惠价格 太难办了 可到了杨秀珠这儿啊 那就是小事一桩啊 随便找开发商批个条子 就是几万十几万的优惠 所以在温州呢 也盛传着杨秀珠 对他这些下属工作人员的好 他的这些心腹啊 也按照他的精心策划 几乎是散布于城县的各个部门 杨秀珠 为什么就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开票员 最后一直到了温州的规划局局长 又到了副市长 又到了建设厅副厅长呢 他靠什么呢 其实啊 杨秀珠的官场哲学 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 他呢 始终保持了他的底层特色 就是没拿官场规则当回事 举个例子啊 有一个曾经和他一起吃过饭的人 亲眼看见 他团起餐巾纸 就往市委书记脸上扔 还仅仅是一言不合 大伙想啊 正儿八经的官场规则是什么 别说官场规则 就说社交礼仪吧 见着官网自己大的啊 你不得书记长书记短的唱赞歌啊 你不得左右逢源溜须拍马呀 可是杨秀珠 不在乎这个 我不爽了 哎 我就拿纸扔你 怎么着 还有一回啊 杨秀珠也是这样 那是他选举副市长 被大多数人大代表反对的场合 当时的市委书记呢 还在努力的为他拉票呢 可杨秀珠 那脸色早沉下来了 当着大伙的面斥责书记 说棺材都抬到桥头了 你还说什么说呀 啊 所以那时候呢 杨秀珠在整个温州官场里面 可以说是比较奇葩 比较特立独行 在温州啊 反对他的人太多了 一般人在那样的大环境之下 都得小心谨慎啊 我知道那么多人反对我 我不得谨言慎行啊 得多少双眼睛盯在那儿啊 可是 他有着打破一切表面化文章的气势 他不喜欢那些表面文章 不喜欢那些虚的假的啊 客套话 这样的评价和杨秀珠的前夫 李松坤的评价是一样的 李松坤呢 是杨秀珠前夫 俩人是在文革期间认识结婚的 但是在1979年就开始分居了 1991年协议离婚 李松坤说他 是不是有政治野心不大好讲 但他确实喜欢场面大一点 权力大一点 镜头多一点 按照李松坤的说法 杨秀珠的能力其实很适合观察 说他的字写的不好看 但是文章写的很好 口头表达能力非常的强 如果是给领导汇报个工作 一二三条理清楚 讲的明明白白 他呢喜欢热闹 说在家时候一天不出去啊 就憋得慌 给人感觉呢 不大像个女人 大大咧咧 爱说粗话 所以还没当那么大官的时候 口呸就不太好 俩人的婚姻呢 也谈不上幸福 经常吵架 有一回俩人不知道 因为什么啊 又吵起来了 李松坤呢 就对杨秀珠说 说咱们做人呢 老老实实就算了 组织让咱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秀珠就说了 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呀 至少不会被别人欺负 对官场一些表面规则的蔑视 一方面呢 是杨秀珠性格导致的 本身就是一个直脾气 冲脾气 另一方面呢 是杨秀珠深知官场的规则 除了表面文章 更多的是内在功夫 杨秀珠可从来不放弃往上走的决心 他呢在这条路上走的也异常努力 杨松坤呢 曾经任职温州市供销社副主任 那时候无论是权力还是社会关系 都比杨秀珠强一些 可杨秀珠善于钻营啊 几年之后 反倒是杨秀珠的社会关系更多了 李松坤就评价杨秀珠 说那时候他在家里 从来不干活 但到了领导家里 他是拼命的干活 在温州呢 也流传着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故事啊 说这个杨秀珠啊 讨好上级的方式方法 并不是多么的出奇制胜 说只要上边有人下来 他呢会立刻在温州的华侨饭店 布置一间房间里边挂满了 各种名牌的服饰啊 李宁啊安踏啊阿迪王啊是吧 当然了哦 我知道的这个名牌服饰不多啊 咱也不知道人挂的是什么牌子 领导领导 夫人一来 哎 一住房间随便挑 喜欢哪个啊 直接穿身上就行 杨秀珠呢 在他的这个小汽车里边 装了一台冰箱啊 就那个车载冰箱 现在一台车载冰箱 带制冷的都得一两千吧 那时候更贵了 这可是高级物件啊 弄冰箱干什么呀 可不是自己用自己动冰可乐喝 而是进省的时候 就给省干部呢 带些名贵的海鲜 放到冰箱里边 要不怕这一路上啊 不新鲜了 放臭了 他当了省建设厅的副厅长之后 也没有停止送礼的步伐 说每回去温州啊 都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往省城带礼物 杨秀珠的这种表现在温州当时 大家都感觉是正常不过的 因为其实不仅在温州啊 全国很多地方当年都存在 哪怕最小的在乡村选举里边 也都会存在一些带礼物的现象啊 说过去在温州的乡村选举里啊 想当村长的人 你得挨家挨户啊 一家一盒烟 说现在不行了啊 你别说一家一盒了 你给一条也不行 说过去啊 你就看吧 谁想当村长 一大早挨家挨户的 往大伙房子里边扔啊 啊 你要说呀 开门进来坐会吧 不做了不做了 啊 给扔进去筹吧 放着筹吧 啊 记得选我啊 就跟游地员扔信件是一样的 除此而外呢 还得有酒席 办酒席啊 一个有影响力的村民 在选举期间 要吃各个候选人一个月的酒席 就比如说 我有影响力 我带头 投了吕鹏了 那么可能就会有 一百来户 二百来户 都跟着我投 那么你就想不住了 选举期间 你就出去吧 今儿个这个请你 明儿个那个请你 那么这种民间的政治文化 就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吧 那就是没有什么 是钱换不来的 即使是官场上的职位也一样 民间出身的杨秀珠 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了 据温州市纪检部门 当时的一名官员接受 在温州已经得到监察部门 确认的关于杨秀珠 会选的事实是 在人大没有通过 他升任副市长期间 他和当时的市领导 一起给人大常委会做工作 40多名人大常委 他挨个的做工作 答应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并且还给市人大 盖了一栋新楼 说这个举动是深入人心 所以才顺利的做到了副市长的位置上 说别人进不去的门 他能进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他能做 就凭这一点 他终于走上了 集城市规划和土地出让 为一身的温州市副市长的职位 也有人说 说杨秀珠是在一片骂声 反对声中 跑步前进的 据说在他当副市长的时候 迅速成长的他 更增加了许多更高层的关系 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杨秀珠 其实就在于 杨秀珠啊 在主管城市规划的这些年间 因为城市规划所引起的巨大的争议 当然了 他很多的贪腐行为 也都是来自于城建规划 这一个领域 与杨秀珠打了很多年交道的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专家胡李琛 他呢 后来对省里提前半年 宣布杨秀珠接替他位置 可以说是一直耿耿于怀 胡李琛呢 就总感觉杨秀珠把温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弄乱了 说温州城区呢 原本是河网密布 江南城市嘛 环境优美 特别具有江南水乡的特色 可是呢 杨秀珠啊 有一个得意之作 什么呢 人民路改造工程 他说破坏了视觉美感 并且造成交通拥堵 可杨秀珠 当时很得意自己的这一次大手笔啊 他说了 咱们这人民路改造工程 这是什么呀 这是政府一毛不拔 事业兴旺发达 政府没掏钱 当年呢 由杨秀珠策划 并且到建设部参加平优的温州市旧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专家们也认为存在常识性的问题 尽管很多专家并不认可 但这个方案最终还是实施了 如今温州的老百姓看到的城市规划 基本上就是出于这个方案 设计了方案的杨秀珠 也就取得了对下属项目的主导权 此后杨秀珠在相关的动物园地块 大市门 马鞍池 府前街 总商会俱乐部 大前门等八个旧城地块拆迁上 是大动手脚 把这些土地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半的价位 出让给有海外背景 并没有资金实力和房地产开发资质的温州华侨 这个举动引发了温州老百姓的极大不满 当时啊 温州房地产市场过热 房价猛涨 有关部门呢 却起着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拆迁过程之中 拆迁户合法权益受损事件经常发生 却都被引进外资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所遮掩住了 更荒唐的是 这项民怨沸腾的旧城改造 竟然成为了杨秀珠 在升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主要政绩 那除此之外 杨秀珠还有哪些腐败行为呢 后来他又是如何出逃国外呢 咱们来说说杨秀珠 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迹的 他呀 其实所有的贪腐行为啊 都起源于温州旧房改造时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杨秀珠呢 在规划局长的位置上 并且还兼任温州旧房改造指挥部的负责人 温州的旧房改造啊 跟全国其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因为政府是不投入的 多年来呢 温州的一切公共建设都是由民间资金来解决 像是温州机场啊 像是温州很多的一些公路建设啊 都是民间资金解决的 那么旧房改造政府不投入 那也只能靠民间资金呢 这个地方是拆 还是不拆 这就给杨秀珠留下了很大的这种利益空间 于是啊 这个泼辣的女神啊 可以说是打开了局面 她呢 确实是威风凛凛 旧城的地块不断的在拆迁 不断的在出售 有时候遇上拆迁户 不愿意动的 杨秀珠自己上去爬人家房顶子上去拆房去 面对这样的领导啊 好多人都是吓得瞠目结舌啊 这是领导吗 怎么一个女领导这样啊 穿着汉衫破口大骂 在拆迁过程之中呢 杨秀珠一点也不避讳自己的权利 他原本不是呃 现前街道上一个馒头店的服务员吗 当年呢 你想当服务员的时候 难免的啊 会让店里的领导训斥那么两句 哎 这回杨秀珠可算是逮着机会了 见着了当年啊 欺负过他的领导 哎呦 指着人家破口大骂呀 说老娘现在就是有权利来欺负你了 怎么着吧 你是拆也得拆 不拆也得拆 拆迁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温州的土地紧缺 土地紧缺一方面啊 造成土地生殖 另一方面呢 却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 就是没有地方安置洞迁的居民 就是你家这块地 我是给你拆了 但你去住哪呢 我也找不着地方让你住 杨秀珠最早啊 他并没有考虑这样的后果 温州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 杨秀珠拆迁造成的后患无穷 可是杨秀珠的这种粗暴的工作方式啊 在另一个体系里边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当时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都十分的赏识他 认为他有魄力 有工作能力 领导呢 还在关于他的争议之中 自己表态了说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敢干能干的女干部 他那是1983年进入到的温州市规划处 后来是成为了规划局的副局长 1998年离开温州调往浙江省的建设厅 长达14年的时间 可以说杨秀珠一个人就掌握着温州的规划和成建土地 他有句最喜欢说的名言是什么呀 他说规划就是钱 土地审批就是钱 容积率就是钱 当然了 咱们评价一个人呢 还是要尽量的客观 你不能说因为他工作上的错误 因为他犯了港纪国法 就完全否认掉他做的一切工作 包括温州市的很多体系内的专家呀 也都说 说有时候呢 你也不得不承认 杨秀珠这个婆娘啊 倒是很有思路的 他呢 很有自己的主意 甚至呢 还有专家说 说在他之前 温州市基本上是没有规划的 从他开始 有了成体系的规划 有规划 那就总比没有好啊 由于当时规划局就是他的天下 所以杨秀珠的规划和杨秀珠 对温州城市建设的破坏 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 比如说他把华盖山的原动物园地区 批租土地给了某外商 占用了原来的绿地不说 还挖掘了一大块的山体 这明显是错误的规划 那这个项目为什么会给这外商呢 后来检察院也查明 因为外商给了他巨大的贿赂 杨秀珠啊 当时要求新建的道路 一律改中椰树 不是用传统的法国梧桐树 可椰树不适合这个地方 没几天这批树全都死了 死归死啊 输钱你得给人家呀 他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无外乎就是当时外商的巨大贿赂 把梧桐改中了椰树 那么这个外商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利润 当时人们跟温州的城市规划叫鬼化啊 但是规划是第一步嘛 有了规划之后就是土地的出让啊 在温州呢 大伙都知道 家家户户恨不得都特别有钱 有着大量的民间资本 一直在寻找投资渠道 企业风险这时候越来越大 股市上呢也受挫 于是温州人最普遍的选择就是投资房产 包括后来全国各个城市 房价在飞速上涨的过程之中 都会提到这样一个群体叫温州炒房团嘛 温州房地产行业的兴旺发达 要比全国其他地方都要走 在杨秀珠的控制之下呢 土地有限的老城去的地非常难拿 在当时的制度之下呀 也是用招标的方式来出售土地 但是呢 基本上是给和他勾结好的人进行漏标 或者排除性投标 也就是只有几个人能参加投标 就提前定好了 就是你中标 其他的都是跟着串标为标的 当时那个外商啊 就说的把这个梧桐树改中椰树的这外商 就以排除性招标的方式 得到了华盖山的地 那为什么杨秀珠要勾结外商呢 第一比较隐蔽 不太容易被发现 第二当时的温州的房地产商人 都是小打小闹 没那么多钱 所以杨秀珠啊 也看不上他们 温州地产界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什么 土地土地还是土地 地段地段还是地段 杨秀珠开始涉足土地 是从兴建温州铁路开始的 当时温州建铁路的思路呢 是由浙江省铁道部和港方三方共同出资 政府出让土地建房地产 挣的钱呢 再回馈到铁路建设上 国家呢 投资不多 为了筹集资金 以市政府为背景的 温州铁路房地产公司成立了 对一些地段啊 政府采取不收地价 或者是减免地价的政策 本意呢 就是快点开发出来房地产 卖了钱 用来建设铁路 可后来整个公司性质就变了 杨秀珠当上总指挥之后啊 无形当中就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 他是想要哪块地就能拿哪块地 温州的土地 这时候基本上成他一个人的财富了 想给谁就给谁 想给多少钱就多少钱 他在温州土地问题上绝对是大权独来 不只是土地出让啊 琐碎到连一支建筑队伍 能不能进温州干活 都得由杨秀珠说了算 在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呢 也是以他家族式的链条展开的 杨秀珠的大弟弟杨光荣 是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副总经理 除此之外 还有一家房地产公司 温州铁龙房地产开发公司 是由杨秀珠的外甥潘称实际控制的 这俩公司啊 就是杨秀珠的后花园 小金户 当时浙江省政府的一位官员 看过一份检举信 说为了扶持铁龙 杨秀珠把市里最好的地块 以最低的地价 划拨给铁龙 铁龙这一笔就能挣上亿元的钞票 可是铁龙呢 只开发了一块市中心价值几千万的地块 这个公司啊 基本上也没投资 数次股权转让 给其他公司投资 说白了就是 我不投钱 转来转去的啊 但是我是最大的货益方 但当时很多小地产商人没有门路啊 拿不到老城中心的地 那你只能去拿温州新城的地 当时温州新城一亩地也得一百万 一般商人看就感觉这个价格很合适了 可是 杨秀珠的这些亲戚六家们啊 在市中心黄金地段拿地的价格 也就这样啊 也就不过如此啊 而按照市场行情 其实温州新城和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地价 差着三倍甚至更高的价格 杨秀珠呢 咱们在上一期节目说过 对他的下属很好啊 积极地推荐他们升迁 当然了 他们升迁的部门呢 主要也都是他管辖的温州城市建设部 据说呀 杨秀珠带出来的人呢 普遍没什么水平 第一个是杨秀珠太强势 第二个是他自己 不容忍 凡是他不喜欢 那你就没有出头之日 你的能力太强了 一个太强的领导 太强势的领导 那么一定会培养出来一批 绝对服从的下属 而绝对服从的下属 在工作能力上 基本上也就那样吧 是吧 案发之后 19个人 被杨秀珠的案件脱下了水 几乎是涉及成建各个部门 土地 规划 园林 房产开发 铁路局 都有人落马 时任温州市政协主席的一位官员说 说那几年 凡是和房地产三个字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都不沾标 因为那三个字就代表着杨秀珠的势力 怕沾上不干净 其实杨秀珠在后期的安排 已经超越了土地系统 后来他让他的弟弟去到了检察院工作 为什么 是因为杨秀珠可以控制检察院的房子 归根到底还是房子 但是通过这些房子 通过这些土地 杨秀珠可以把他的心腹安排到各个部门 那杨秀珠是什么时候 暴露的他这些犯罪行为呢 其实这一切的突破口呢 都是他的弟弟杨光荣 早在1995年就因为偷税 杨光荣就被人举报过 得罪人无数的杨秀珠啊 更是省检察院的敌人啊 别看省检察院因为房子 有时候不得不屈服于他 但一直心里恨他呀 检察院是早就想立案了 突破口很多 但有人干预了 这件事呢就耽搁下来 直到后来啊 有一个姓周的商人犯了事了 他呢就供述过 给杨光荣行使过巨额的贿赂 这才正式打开了突破口 那段时间杨秀珠是上蹿下跳 到处找人救他弟弟 杨秀珠在多年的工作之中 也有着自己的哼哈二架 左膀右臂 一位是高云光 一位是林素华 高云光呢 曾经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 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温州火车站站前指挥部副指挥 林素华呢曾经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办公室主任 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负责人 杨秀珠的贪污方案 是他坐在副市长办公室里安排 当时呢他还兼任金温铁路 温州建设指挥部指挥 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 1996年底的一天 杨秀珠呢就吩咐高云光 林素华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下手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杨秀珠啊就跟他们说 是我弟弟杨进军做生意亏了 需要钱归还银行贷款 这样从公款上啊 拿出来一千万吧 杨秀珠呢还提出 咱们在93年底94年初 开发了水星惠昌小区底块 我批准减免了一批巨额土地配套费 这笔钱呢 原本是要上交给规划局的 现在啊 你们把这个数额算出来 苏华呢 你去提现 把钱从公司账上提出来 打到我个人账户 1991年1月底至9月底 他的一个下属李小燕 明知钱是杨秀珠个人侵吞的 但谁敢自声啊 分二十多次提取了现金 再由林素华夫妇 直接交给杨秀珠 或者再托人转交给杨秀珠 反正最后 这笔一千一百余万的公款 全部被杨秀珠侵吞了 占为己有了 那么引发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线 就是他弟弟 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杨光荣 收贿案 2003年2月 温州市检察院侦察发现 当地一个经销商 曾经向杨光荣行贿 三月份 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人员 就把杨光荣带走了 并且调走了 铁路房开公司的所有账策 杨秀珠这时候 他不是急着救人吗 是上下打点 可是费了半天力气 他发现了 救他弟弟是不可能了 弟弟被抓进去了 离他倒霉可就不远了 于是下定决心出逃国外 那么杨秀珠 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在海外的流亡生活 又是什么样子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让杨秀珠出逃的导火索 是他弟弟 铁路房开公司副总经理 杨光荣受贿案案发 是2003年2月份的时候 温州市检察院侦察发现 当地一名经销商 曾经向杨光荣行贿 三月份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人员 带走了杨光荣 并且调走了铁路房开公司的所有账策 这时候杨秀珠啊 就有点慌了 他呢 在三四月份之间 有过几次神秘的家乡之行 通过方方面面的人物吧 相继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 提出要求保释他的弟弟杨光荣或者呢 尽快对杨光荣受贿案进行结案 可是 温州市的检察部门 在温州市委班子和主要领导的支持之下 顶住了这种压力 杨秀珠一看 这事啊 要坏 于是决定出逃 2003年4月20号 是个星期天 一大早上 杨秀珠呢 就跟周边的工作人员就说 说呀 我老母亲病了 我呢 得回一趟温州 并且啊 还交代下属 说我回去呢 也不方便聊那么多工作上的事 这几天要是没什么事啊 不要打我手机 转过天来 不就是礼拜一了吗 上班之后啊 建设厅的领导们呢 也就都知道这事了 哎呦 这杨厅长 老母亲身体不好 打电话关心一下吧 这一打电话啊 对方倒是开机了 可就是没人接 那算了 没人接可能是正忙着的吧 明天再说吧 转过天来 到了礼拜二 厅长呢 继续拨打杨秀珠的手机 还是无人接近 哎 再打 手机就关机了 到礼拜三的时候 领导们感觉这事啊 不太对劲 交代办公室 继续联系杨秀珠 并且呢 给温州规划局长杨伟峰 打了电话 说你啊 代表省厅的领导 先去慰问一下 杨厅的母亲 到礼拜四的时候 建设厅的领导呢 再次给杨伟峰打电话 杨局长还说呢 哎呦 最近两天呢 事多 还没来得及过去呢 哎 从礼拜天到现在 转眼 这一礼拜快过去了 到礼拜五 省厅决定 派两名干部 直接赶赴温州 明面上呢 是去看望他的母亲 可实际上 就是去探探底 到底怎么了呀 这两名干部去了之后 见着杨秀珠的妹妹了 他妹妹说了 啊 我妈病了 没有啊 没这回事啊 好好的呀 哦 是杨厅长啊 说 阿姨病了 呃 那杨厅长在哪呢 我姐啊 没见着呀 他没回来呀 这两名工作人员呢 赶紧汇报给了建设厅的领导 领导这时候一听 哎呀 坏事了 其实啊 就在四月二号 也就是杨秀珠 说要回老家的那天下午 他乘坐的一辆 全新的丰田轿车 就被丢弃在了上海的普通机场 转眼到了第二周 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核实 杨秀珠确实协同女儿女婿外孙子 在上海离境 前往新加坡 在这儿呢 再多岔开一嘴啊 说一个小八卦 其实杨秀珠啊 并没有自己的孩子 这个女儿呢 是他收养的 算是义女 这个孩子呀 当时是一个弃婴 被好心人呢 就发现了 抱回家里了 正好呢 也认识杨秀珠一所嘛 哎 那两口子没孩子呀 杨秀珠一看这孩子 也着实喜欢 这么着 就自己把这个女孩从小带到大 不过对这个女儿啊 是真宠着 专门还给女儿找了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女婿 所以这回杨秀珠出逃 也没忘了带着女儿女婿一家人 在杨秀珠 离开二十多天之后 浙江省纪委在五月十三号做出了立案调查的决定 那么杨秀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呢 他又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杨秀珠最早啊 他是逃到了香港 在香港转移到了新加坡 随后又到了法国 到了荷兰 在荷兰待的时间是最长的 当然最后兜兜转转 又去过加拿大 去过意大利 去过美国 最终回国投案 当时杨秀珠可自个儿说过这么一句 说我死也得死在美国 那他为什么选择回国投案呢 这是杨秀珠啊 反复考量的结果 在纪录片《红色通缉》里 杨秀珠呢 也是直面记者的采访 他说了 在外边的苦楚啊 你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啊 理解不了 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知道啊 还逃亡在国外的这些人呢 赶紧回来吧 没有必要啊 该认的罪就得认 可杨秀珠当年不这么想啊 他是用尽一切办法 挨拖追逃 荷兰是他滞留时间最长的国家 那时候 他选择荷兰 其实大家都感觉挺诧异的 为什么呀 像新加坡 加拿大 美国 杨秀珠啊 都有不少的亲属 都有不少的朋友 唯独荷兰没有 当然 他选择了荷兰 也给相关的工作人员 增加了追讨的难度 后来啊 有关部门就分析 说这肯定是有人帮助他 有人为他办理这些事啊 要不他怎么可能到荷兰去呢 可他没有亲属 没有朋友 谁可能帮他呢 嗯 后来一琢磨 当时啊 有不少的华侨商人 在温州拿过土地 那么会不会帮他的人 就在这些华侨商人里面呢 最后啊 经过各方探查 果不其然 有一个在项目上 得到过杨秀珠帮助的华侨商人 这回反过来 帮着杨秀珠藏在了荷兰路特丹 中国呀 立即提醒荷兰方面 协助拘捕遣返 2005年6月份 荷兰的警方就正式拘捕了杨秀珠 可是杨秀珠这时候提出上诉 干嘛呢 申请避难 后来咱们中国方面呢 也是不停的给荷兰警方提供证据 督促 荷兰警方把杨秀珠 前返回来 从这时候开始 一直到2014年 这么长的时间里 荷兰的多家法院多次审理 杨秀珠案件 虽然呢 对于杨秀珠的遣返工作 是停止了 不过呢 荷兰也没有批准他的避难申请 也就是说杨秀珠 没有合法身份 没有合法身份是限制出境的 你就在荷兰老老实实待着吧 这一滞留啊 就是11年的时间 后来杨秀珠 在回忆荷兰生活的时候 也是无限感慨啊 他呢 曾经在荷兰的中餐馆里边 帮工 就给人打零工去 他是经济困难吗 那肯定不是啊 这么一个大贪官 他手里能缺钱花 那他为什么去打工去 他说了 就是因为孤独寂寞 他说孤独感的很厉害 在中餐馆打工的时候呢 给人倒啤酒 给人端碗洗碗 什么活都干过 他说啊 我一个老太婆在国外 是真孤独 就想着到中餐馆里啊 看见中国人 多讲几句温州话 多讲几句中国话 杨秀珠 在荷兰滞留11年之后 在2014年 僵局打破了 这是因为 中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咱们国家呀 对于追逃追赃 有着前所未有的决心 和前所未有的态度 杨秀珠 在荷兰的处境呢 相应的 就也有了变化 警方这时候 再次拘捕了杨秀珠 送到了荷兰北部 一处移民收容所 这时候 杨秀珠就琢磨着 我这是不是申请避难 要成功了呀 可再一细琢磨 不对 这事啊 不是这样 这不是避难成功的前兆 而是被遣返的迹象 要不说杨秀珠这人聪明呢 他真没猜错 荷兰做出了遣返的决定 可是就在遣返令 下达前夕 杨秀珠决定 铤而走险 在当地一些人员的 帮助之下 他呢 从这个收容所里面呢 就逃出来了 荷兰是没法待了 得换地方 他就去找人呢 做假护照 这东西怎么做呢 其实啊 就是把别人的真护照 调包 还把这个照片 把它给替换过去 拿着假护照 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 先后到了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最后到了美国 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时候啊 为了不被发现 没敢坐飞机 直接从加拿大多伦多 坐着火车 到了美国纽约 与此同时 还让这些亲属们放风出去 说杨秀珠啊 现在还在荷兰了 哎呦 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 企图通过这个假消息啊 来蒙蔽工作组 可工作组能让你骗了吗 他到纽约的同时 工作组就已经知道了 他去到纽约了 经过紧张的调查 最终查出了杨秀珠的趋向 工作人员对他呀 是24小时不停的监控 其实呢 杨秀珠很早就开始在美国铺路了 他的不少亲属啊 都在纽约 他到了纽约之后呢 先是藏在了弟弟家里边 这时候中国方面向美国通报 提供了大量的杨秀珠的犯罪证据 决定开展司法合作 美国在调查之后 在长岛拘捕了杨秀珠 并且美国政府做出决定 立即遣返 这都送上遣返航班了 咱们中国方面呢 也都做好阶级准备了 可这时候出现意外了 杨秀珠啊 强烈的反抗 拿头撞墙啊 还在那喊着我不回去 我死也要死在美国 他当时为什么会去美国 就是认为中美法律制度不一样 到了美国之后很难被遣返 结果没想到刚一到就被遣返 这找谁说理去啊 杨秀珠啊 估计重施 还是申请避难 可是他没想到 遣返虽然终止了 可是没能保释 一直把他拘押在监狱里边 要说起来啊 杨秀珠在美国 也真是没过什么舒服日子 到了美国待了四十多天 就被抓了 然后就一直在监狱里面 关于杨秀珠 咱们国家的领导人 可是没有忘记他 在多个场合 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多次提到杨秀珠 那么领导人之间的共识 也就奠定了政治基础 2014年12月份 中美执法合作 联合联络小组会议 确定了五起重大案件 那么杨秀珠案 就是其中之一 他逃到纽约之后啊 其实呢 就有人向美国联邦政府举报 说杨秀珠曾经以亲戚的名义 在纽约啊 置办过一个小楼 说起这个楼呢 也多给大伙说说啊 是什么时候买的是 出逃前八年 杨秀珠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编织美国梦了 这是1996年12月10号 杨秀珠正式拥有了美国房产 在哪 在纽约的曼哈顿 曼哈顿大伙都知道 世界性的商业中心啊 这儿的很多房产买家 都是经常出入附近联合国总部的高级官员 他在这儿啊 买了一座五层的公寓 他买的时候呢 花了几十万美元 后来往外卖 一下卖了几百万美元 这个事情被爆出之后 在纽约的华人社团也明确倡议 说一旦发现腐败外逃分子 大家立刻举报 杨秀珠呢 此时被关押在新泽西州的一个 承教中心 他也通过各种渠道 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最显眼的是什么呀 签署好友之间态度变化 一开始都是 我们支持你上诉 我们支持你做避难申请 后来呢 就劝他放弃吧 别这么扛着了 再到最后啊 都不给他提供律师费和生活费了 这些亲友就这么恩断义绝吗 当然不是了 因为这些亲友看到了 中美政府在跨国洗钱问题上 通力合作 杨秀珠到美国之后 有那么多人的资助 为什么呀 因为资助他的钱呢 还是当年杨秀珠那些赃款 后来这些关系人们 谁也不敢再对他进行资金支持了 经过工作组的调查 杨秀珠在美国呀 有着大量的洗钱行为 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即使不遣返 你在美国也得坐牢 那后来啊 给了杨秀珠一个沉重打击的事情是什么 是2015年9月份的时候 他的弟弟杨进军被遣返回中国 杨进军和杨秀珠关系密切 这时候杨秀珠的信心开始动摇了 他就让亲属联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提出我有自受想法 可是提了一些无理要求 说回去之后啊 我不坐牢 不审判 这怎么可能呢 你以为你谁啊 你以为你还贵宾呢 你现在是逃犯 是红通人员 你是第一号红通人员 做梦呢吗 这不一直到了2016年7月份 他才最终下定决心 为什么呀 杨秀珠岁数也不小了 人老了之后啊 或多或少都有毛病 他的两只眼睛呢 就有问题了 需要做手术 他就申请保外就医 律师也说了 说你这种情况啊 通常都能保释 杨秀珠信心满满啊 过离这儿啊 承教中心 告诉杨秀珠 你收拾东西吧 杨秀珠挺高兴 哎呦 这就保释成功了 可他没想到 出了承教中心 直接把他送上飞机了 这什么情况啊 不去医院吗 上飞机干嘛呀 可能这时候他心里还有幻想呢 是不是啊 飞到一个更好的医院 去给我做手术呢 飞机啊 在休斯顿降落了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不是把他送到医院 而是把他送到了另一所监狱 休斯顿 合同监狱 杨秀珠说 我当时啊 眼睛黄斑变性 人站我对面 我都看不清楚 杨秀珠的这个眼病呢 是挺严重的 你当时不是提出就医吗 那行啊 那就来休斯顿和同监狱吧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监狱 医疗条件很完善 咱不用去外边 劳烦那些外边医院去 在这儿就能给你治了 杨秀珠这一看完了 保释无望啊 指望不上了 这时候其实在外面 他委托律师做的 申请避难的案子 还在审理 但杨秀珠这时候明白 继续下去 意义不大了 他呢 就让亲属再次联系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正式提出 回国 我是有诚意的 我要自首 领事馆呢 前往监狱探视 杨秀珠说了 我这不回去啊 是永无宁日 我要回去 最终杨秀珠 放弃申请避难 在2016年11月16号 回到中国 2017年10月13号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百名红通一号人物 杨秀珠 贪污受贿案 公开宣判 对被告人杨秀珠 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并处罚禁人民币50万元 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禁人民币30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 并处罚禁人民币80万元 追缴杨秀珠 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 2639.9455万元 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网络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说判了8年是不是有点轻呢 这是因为啊 归案方式不同 那么判处情况的差异就也比较大 中纪委在当时的文章里面就提出 充分体现了追逃追赃工作中 宽延相继的政策 即对投案自首的依法宽大处理 对劝反的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对缉捕归案的从重处罚 因为其一 他们的投案自首 能够给其他的外逃人员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其二 这些人只有回来了 才能够继续配合有关部门的 下一步的深入调查 有利于案件的真相真正查清 杨秀珠的归案意义重大 从03年出逃到16年归案 外逃13年 但是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外逃不是贪官的避风港 他的归案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国坚持有辅必反 有贪必素 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也再次证明海外不是法外之地 不是避罪天堂 腐败分子想一走了之 逃脱法律制裁是白日做梦 2002年2月8号 这一天呢是腊月27 春节的钟声啊快要敲响了 人们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 该采买的采买 该收拾的收拾啊 该逛亲戚的逛亲戚去 然而浙江来湖南诸州做生意的庞某这一家人 却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要降临到他家 这一天呢在外忙碌了一天的庞先生和妻子 带着两岁的儿子隆隆 还有九岁的女儿云云就睡下了 凌晨两点钟左右 庞先生家的房门被人轻轻的用钥匙打开了 三个蒙面人进入了庞先生睡的房间 歹徒站在床前 面对熟睡的一家人 其中一个人从身上就抽出来砍刀 用刀背猛的就砸中了庞先生的脑袋 一阵剧痛让庞先生就惊醒过来 你们是谁啊 要干什么 三个人将庞先生按在床上 并且一起举起了手中的利刃 朝他身上一顿乱捅 可怜的庞先生还没有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就魂归皇全了 这一阵惊动啊 把庞先生的妻子和女儿云云就给惊醒了 他的妻子刚要张嘴惊叫 就让人用交代纸封住了嘴巴 两名歹徒用铁丝把他捆住手脚 丢进了隔壁原先保姆睡的房间 一名歹徒见庞先生的妻子长得有几分姿色 于是就把他强暴了 留在主卧房的另一名歹徒将云云制服之后 强暴了这个只有九岁的女孩子 这时候啊 庞先生的妻子弄下了嘴上的胶带 大喊了一声救命 歹徒上前朝着他的胸口就是一刀 他的妻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时候其中一名歹徒呢 就撕下了脸上的蒙布 云云一眼就认出来了 哎这不是认识的蒋叔叔吗 就喊了一声蒋叔叔 而这个蒋叔叔在听到这一声之后 残忍的把云云杀害了 这几名歹徒从庞先生的身上搜出了钥匙 打开抽屉 将金灿灿的金银首饰和一大堆钞票席卷一空 看到站在床上吓得直发抖的小龙龙 一名歹徒上去 用手紧紧捂住龙龙的嘴 两三分钟之后 看到龙龙一动也不动 估计人已经死了 这三个人才离开庞家 也算是苍天有眼 小龙龙命不该绝 第二天下午 小龙龙醒过来了 他一会儿摸摸爸爸 一会儿摸摸妈妈 一会儿又摇摇姐姐 可谁也没有答应他 他的亲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他了 他推开没有关死的防盗门 浑身是血的走到了楼梯口 楼上的孙大婶买菜回来 经过庞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小龙龙只穿着内衣内裤 浑身是血哭个不停 孙大婶赶紧把龙龙抱过来 问他 怎么了龙龙 龙龙一个劲的哭 不回答 孙大婶推了推庞家的铁门 庞老板 庞太太 庞老板 没人答应 孙大婶啊 也是相当的粗心 就琢磨着 哎哟 这是不是磕着哪碰着哪呢 家里也没人呢 就把龙龙呢 抱回家里 给他洗了一个澡 换上自己家小孩的衣服 煮了肉汤鸡蛋 给龙龙吃 吃着吃着 龙龙就睡着了 晚上九点半 龙龙醒过来 大声的喊着 要妈妈 孙大婶哄着龙龙 就把他送下楼 庞老板 庞老板 叫了几声 还是没人答应 庞家没人 再回想起龙龙下午浑身的血迹 孙大婶这才意识到 哎哟 别是出事了吧 就打了110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的巡警赶了过来 打开门 两间卧房 躺着一男两女三具尸体 特别是一大一小两具女尸 全身的血迹模糊 惨不忍睹 滔天血案 镇三香 省公安厅将此案定为2002年湖南第一大案 省厅总队选派最得力的刑侦专家与诸州警方一起侦破此案 晚上11点半 市公安局从刑警支队和天元分局抽调了20多名精兵强将 在保利房产物业管理办公室成立二八专案临时指挥部 凶手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的杀害庞某一家呢 是仇杀 是情杀 还是单纯的谋财呢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 得到了一些信息 死者庞某 现年36岁 是浙江温岭人 1992年 来到诸州 做稀有金属生意 发财之后呢 到处是拈花惹草 女朋友很多 所以经过现场分析 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一是因为彭某性格倔强 常常和一些生意上的伙伴伴嘴吵架 会得罪一些人 仇杀就有了可能 二则呢 他发财之后啊 好色是出了名的 整天的上酒吧 泡按摩厅 也常常去勾的一些有夫之妇 情杀的可能性也存在 三则 庞某夫妇平时呢 喜欢穿金带银 炫耀自己家的财富 容易引起别人的贪念 那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于是专案组 将此案定为 二八抢劫杀人强奸专案 是公安局刑侦支队 王军袁国庆 在调查之中得知 庞某从事稀有金属生意 多年 获利颇丰 生意之中 最大的一个客户 是某公司的李庆 二月五号下午 庞先生呢 还给李庆送过货 庞家还保存着李庆 二十万块钱的欠条 调查还得知 李庆有个弟弟 叫李奔 曾经因为抢劫坐过牢 刑满释放之后 游手好闲 曾经跟他的哥哥李庆啊 去过庞家 那会不会是李庆有意赖账 勾结弟弟行凶作案呢 刑警立刻到李庆的公司 进行调查 李家两兄弟啊 都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了 另一队刑侦人员 经过调查之后得知 与庞先生有染的女人很多 其中啊 某酒吧的四川座台小姐 米米跟她相好很久了 当庞先生又找到 另一个女人相处的时候 被米米发现了 米米还扬言 要和庞先生跳楼 同归于尽 而米米心结时的男朋友啊 是该酒吧的大堂经理 这名经理的弟弟又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那么庞某一家又会不会是米米和男友 共同杀害的呢 经过细致的调查 最终发现 座台小姐米米 及其男朋友等人 都没有作案时间 又被排除了 可奇迹啊 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被发现的 一名民警在走访调查之中发现 住在宝丽花园某杂屋的妇女陈梅 和庞某家的保姆 交往很多 住在他隔壁的 是在宝丽花园做西瓜生意的蒋伟红 是刑满释放人员 由于庞先生经常夜不归宿 他的妻子梁某呢 就经常闲得无聊 邀请别人到家里边打麻将 这个陈梅和蒋伟红呢 都是梁某的麻友 对庞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那会不会是蒋伟红 剑裁起义 动了杀心呢 更令人可疑的是 在案发之前 蒋伟红没有做西瓜生意 失踪过一段时间 而且蒋伟红性格暴躁 为人凶狠 他的疑点呢 在一步步上升 无论是时间还是从作案动机和情理上分析 蒋伟红都有可能是二八入室 抢劫强奸杀人案的主谋和真凶 3月4号 刑警在蹲点的时候 发现了蒋伟红回到了宝丽花园的住处 说时迟那时快 刑警们一拥而上 闪电般的将蒋伟红摁倒在地 经过民警审讯蒋伟红 很快就交代了 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原来前一年六月的一天 庞家保姆王大妹 带着小龙龙 到蒋伟红的西瓜摊那儿啊 去玩去了 调皮的小龙龙呢 突然就跑开了 这个王大妹啊 跟着就去追孩子 不经意间把钥匙 就丢在西瓜摊前 忘记拿走了 一看见庞家的钥匙 再一想 庞先生平时穿金带银的 蒋伟红可以说是歹念咒起 蒋伟红悄悄的 跑到附近配了一把钥匙 回到摊位之后 又把钥匙丢在了旁边的地面上 保姆王大妹很快就回来 把钥匙找了回去 但他怎么也没料到 由于他的一时疏忽 给庞家带来了滔天大祸 当天下午 蒋伟红打电话给他的狱中老友 宋三溢 义猛子 有好事啊 晚上呢 你个毛牙子过来 这个毛牙子 本名叫张宾伟 当天晚上三个人呢 就在蒋伟红的住处密谋 犯罪计划就形成了 2月8号凌晨一点多钟 三人用事先配好的钥匙 进入了庞某家 制造了这起惊天血案 根据蒋伟红的交代 刑警们立即将另一名涉案人员 宋三溢抓获归案 但是张宾伟啊 闻风而逃 3月19号 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反映到办案刑警的耳中 张宾伟已经潜逃到了广东顺德 在某大学工地上打工 刑警立即南下 相约刑警联手 将化名为刘勇的张宾伟抓获 2002年7月23号 湖南省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诸州二八凶杀案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蒋伟红 犯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和盗窃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罚金两万元 被告人宋三溢 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强奸罪 盗窃罪 和盗窃枪支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罚金两万元 被告人张宾伟 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强奸罪 盗窃罪 和盗窃枪支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至此 二八抢劫杀人 强奸案 终于告破 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